我们现在还是在贵州村超的现场 比赛刚刚结束啊 我们刚刚从赛场里面出来 现在准备在外面搞点吃的 我发现这边的物价真的很便宜啊 卷粉一块钱一个 这个冰豆腐冰样面也就五块钱 波波鸡也是一块钱一串 好像就没有超过十块钱的 这些都是五块钱一份啊 卷粉是他们当地的特色 小小的这个粉皮 里面卷的菜吃的 然后会有很多灵魂蘸水 最灵魂的是折耳根 但是那个东西很多人吃不惯呀 烤肉一元一串 茄子十块钱一个 蔬菜怎么比烤肉还贵一点呢 一块钱一串 猪肉串不是两串 你吃吗 这个烤肉看似就不错啊 我们整个一点 老的比较重的 好好尝一下 尝一下来 谢谢 没事 好吃我知道 没事自家重的 没事的 不错什么农料的 烤五花肉真的可以啊 一块钱一串 真的是非常良心啊 这边烤肉都是一块钱一串呀 这种大的也是一块钱一串 但是这种大的感觉肉不太好 没有那种小的肉好 在体育场的周围 现在全都是各种卖小吃卖零食的 村超的爆火真的是极大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 但是呢 这边的物价控制的非常的好啊 都是跟平常一样的价格 这一点我一路过来感触特别深啊 不仅仅是现在卖的这些小烧烤小吃啊 所有的物价都是跟平时一样的 没有说因为这边火了就涨价什么的 甚至我还听说这边住宿不是住满了吗 还能免费安排你到当地老乡家里去住 而且是不收费的 真的是非常的良心 好大家对现在村超的这种现象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的评论区啊说一下 这道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